词曲 李宗盛 神经的大人法师 各位法师 各位基士 大家早上好 此次 此次我到 河北四渡市 那边参加夏令营 路过此地 这个东林市 这个道场 我也一直都 都想有机会 来朝拜一下 净土中的主题 我们经常 也通过各种祈祷 看到荡法师 在这边 轰轰烈烈的 在开展 弘法的四月 我个人 也深深地表示 水起 上汉 这次有姻缘 来到这个道坛 今天早上 这个当家的法师 也带我走了一圈 了解了 这个道坛 在一些 弘法的开展的情况 感觉 确实是 名不习传 就是 这个佛法 在这个世间的 流传 佛教的 健康发展 就是 作为我们 每一个 试验 每一个 出家人 我们都要 静止静止 这个 试验的职能 那就是 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 就是 内修 就是 成就 出家中 乃至 四中弟子 修行 另外一方面 就是 弘扬所法 就是 内修 外弘 只有每一个 道坛 都能够 等着这样的 两个职能 做好自己的 本分的事 我觉得 这个佛教 才能够 健康地发展 这个 正法 才能在 这个世间 久住 我发现 我们东宁寺 在这一方面 这两个方面 都做得很好 真是 值得赞叹 尤其呢 我们这次来 这个音源 也是非常的 少巧 这里正在 开展这个 洪华的 辅导员的 陪平班 我觉得 这个很有意义 这个 弘法 弘扬佛法 这不应该是 少部分人的事情 弘扬佛法 是应该是 多数人的事情 甚至我们应该说 是 每一位 佛弟子的事情 过去呢 我们总是把这个 弘法 我们弘法 都是指望高僧来做 我们在家居士 学的 弘法就是 出家人的事情 出家人 觉得弘法就是 高僧大宅的事情 结果怎么样啊 结果高僧大宅们 都累死了 这又没有人弘法了 那 所以这是不对的 所以弘扬佛法 是每一个 佛教徒的责任 应该说 弘扬佛法 人人有责 每个人 都应该 尽住你的本分 所以我想呢 像这种 弘法的辅导班 辅导员 的培训 那就是要发挥 更多的居士 更多的出家人 来参与到 弘法的队伍里边 我觉得这样 佛教才有希望啊 目前 佛教 最缺乏的是什么 我们看到很多 互利堂皇的寺庙 求起来的 但是 很多寺庙呢 仅仅是作为 理由的场所 其实 目前佛教徒最缺乏的 还是法 因为 如果没有法的话 寺庙 其实 就是一个 匹客 就是一个 理由场所 出家人 如果没有法的话 其实 还是 关头除汉 从本质上来说 还是在家人 因为没有被 界定会改造过 没有法的内涵 其实还是在家人 寺庙没有法的话 其实呢 也不能成为道禅 我们在家地势 如果没有法的话 其实 我们就不能成为 不能成为真正的佛弟子 所以我们 这个 扮演这样的一种邦 让更多的人 都能够介绍 这样的一个培训 都来 弘扬佛法 我觉得 这个是 佛教的希望所在 对 意义很大 我今天 到这里来 当然讲这个净土宗 也不是我的善产 有大安法师 他是专家 我自己个人呢 多年来 对佛法的 修学 也有蛮多的一些心得 我想呢 今天啊 我就贡献一些 我的想法 作为你们将来 在弘扬净土中的 过程中的 参考 我今天 讲的这个题目叫做 佛法修学的要领 为什么 我现在为什么会关注 这么样的一个问题呢 其实 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啊 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 它是一个信息化的社会 从社会上的人 这个普通的人 他们在这个消费上 很混乱 因为我们每天会面对 很多的产品 商品 然后呢 每个人 在内心也很混乱 因为我们 混乱的内心 去面对混乱的社会 所以在这个消费上啊 也是很混乱 同样呢 我们在 信仰的选择上 同样也会 存在的 这个问题 今天是一个网络的时代 我们 有机会 有因缘 接触到各种法门 各种经论 但是作为我们 很多学佛人来说 我们并没有足够的 知见和见地 来 选择 所以这么一来呢 我们在信仰的选择上 也会产生 极大的混乱 所以我发现呢 很多人学佛 虽然学了几十年了 其实多数人 学佛是不得要领的 要不呢 有些人学得很偏 这也是一种 很普遍的现象 在我们这个 佛教界里边 比如有的人做事 有的人学教 还有的人呢 持修 学教的人 学的人 非常学得很多 可是用不起来 做事情的人呢 很容易啊 心粘到事情上 最后 甚至就会成为 这个引发的 很大的防护心 真名夺利 修所的人呢 修行的人呢 如果 这个世界 跟不上的话 事实上这个修行啊 也 也不相应 因为任何一种 形式的修行 这个 都有可能 就是 如果没有这个 知见 如果不能善用其心 任何一种修行 任何一种发心 做事 都有可能会成为 一种形式 因为修行 不只是一种形式 修行 关键还要有 法经要有正见 然后呢 要善用其心 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 有了这个两个前提 我们做任何事情 包括我们的宗教生活 我们的念活 我们的修行 做功课 才有可能 变成真正的修行 否则的话 我们做这些东西啊 都很有可能 留意形式 最后 跟解脱 是不相应的 那么我觉得 这个作为一个学佛的人 我们有几个问题 我们应该要注意 比如说 首先第一个问题 我们就要知道 学佛的重心 在哪里 学佛的重心 在哪里 当然这个重心呢 我们 也可以讲 它是有两个重心 一个是外在的重心 一个是 究竟的重心 外在的重心 那就是三宝 我们学佛 要以三宝为依托 那么 大家 这个 修学净土法呢 那就是念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为重心 通过这样的一个 外在的一个重心 通过一种外在的依赖 这种依赖有什么好处呢 这种依赖 就是帮助我们 从这种混乱的内心里边 走出来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 外在的一种强大的依赖的话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一团混乱 我们多半都会跟着 自己的感觉走 我们恍惚最大的特点 那就是不能自主 如果我们有了一个强大的依赖 外在的依赖 那么我们 我们就能够从这种外 自己内在的混乱的内心里边走出来 所以对三宝 身体 自成的皈依 或者我们能够对阿弥陀佛 身体自成的皈依 这是可以帮助我们 转移生命的重心 我们恍惚 我们的能力 就是以我之为基础 以自我为中心 我们的恍惚心 就是建立在我之的基础上 那我们归于三宝 我们修学佛法 如果我们想要瓦解自己的防复心 那么我们必须要改变这个生命的重心 所谓改变生命的重心呢 那就是我们要以三宝为重心 如果我们这个信仰净土法门 念阿弥陀佛 那我们就是要以阿弥陀佛为重心 这种重心的改变 那就意味着我们生命轨道的改变 我们以自我为重心 在这个自我的基础上 就会产生贪生痴 那么因为贪生痴的关系 我们就会发展出轮回 就会发展出轮回 那么如果我们以三宝为重心 我们以阿弥陀佛为重心 那么我们就能够走向解脱 因为佛法给我们提供的是两条道路 一条是解脱道 还有一条呢 是菩提道 我们以三宝为重心 那就是走向解脱道 走向菩提道 所以这个重心的改变 这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这个重心的改变 那才是代表着 我们学说的 真正的开始 当然我们说到重心 还有一个重心 那就是你自己 那我说的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我们所有的学习佛法 树上最终都要帮助我们解决自己的问题 解决自己的问题 我们希望通过对佛法的学习 学习佛法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最终是为了了解自己 三藏十二部经典 最终都是为了我们了解自己服务的 是了解自己服务的 我们这里所说的了解 跟前面所说的 以自我为中心啊 这个性子是不一样的 我们大家不要把它混淆起来 我们如何去了解自己呢 其实作为我们的生命 有 我们的内心 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妄心 一个是真心 所谓妄心 就是防复心 就是我们现有的人格 以我之为基础 以贪嗔痴 伴随着贪嗔痴 建立起来的这种人格 这个就是我们的防复心 那么这个防复心呢 它的特点 就是会不断地给我们制造烦恼 制造生死 制造轮回 这个在佛教里边啊 也叫做万兴 在佛教的经典里边 比如像阿含经啊 像维时的经典啊 都讲到这种万兴的差别 比如维时讲八时 眼时耳时 彼时 舌时 生死 意识 还有木南时 阿拉耶时 有意识 有潜意识 那么在这个万兴系统里边 它告诉我们的 我们的各种心的差别 所谓我们的心 所谓心就是心理活动 想法 我们每天都有很多想法 我们每天都有很多念头 人多半都是活在这些念头里边 我们学佛 我们念佛 我们要建立一种正念 这个念 也是一个念头 然后这些念头呢 它是代表着我们无定生命的积累 在我们内心的念头里边 有的念头力量很大 有的念头力量很小 每一个念头都有一个依托的基础 比如说我们在家基斯来说 我们有的人做事业的 很在乎他的事业的 他有关于事业的念头的力量 就会特别强大 执着于感情的 他的感情的念头的力量 就会特别强大 执着于家庭的 他家庭的 跟家庭有关系的念头的力量 就会特别强大 每一个念头啊 都是人体的 都是我们自己啊 长时间培养起来的 每一个念头的形成 都是有它的规律 我们念佛 为什么要天天念呢 其实也是在串起这个正念 我们建立了 我们在这个混乱的内心里边 我们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所言对象 然后我们不断地去言这个阿弥陀佛 这个所言对象 我们不断地去意念 在意念的过程中 在串起的过程中 这个念头呢 就会越来越强大 这个道理在维持中里边 就是叫做 种子生现形 现形新种子 就是你每一个念头 一个念头念一句阿弥陀佛 念完念的过程中 就是一个有关阿弥陀佛的正念 当你在念的过程中 这个念头又得到重复 在重复的过程中 这个念头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大 然后你继续念 然后这个念头的力量 也会越来越强大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窍门 那就是你们在念的过程中 一定要纯身平地去念 你用的心力越多 你陶入的这种心灵的能量越大 这个念头 它的成长的力量 就会越来越大 如果你在念的过程中呢 有考无心地念 其实它是没有多少力量的 所以我们在念佛的过程中 我们一定要深刻地意识到 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地重要 我们只有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之后 我们才能用心地去念 我们只有用心地去念 那么它才有可能 在我们的内心里边 形成强大的念头 强大的正念 这个强大的正念呢 它才能成为我们 心灵世界的主导力量 或者的话呢 如果我们这个正念要没有力量的话 那在我们的内心里边 主导我们的未来的 就是贪神痴 就是万念 所以 就是 这是我们的心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念头 那我们凡夫呢 多半都是活在这样的一个万星的世界里边 都是活在万星的世界里边 那佛法告诉我们 那佛法告诉我们 我们的万星的背后 还有真心 还隐藏着 觉悟的自体 还隐藏着 成佛的潜质 潜在品质 这个成佛的潜在的品质呢 那就是六祖堂经里边所说的 菩提自信 本来清静 但悟此心 只了成佛 每一个人 在万想心的背后 都隐藏着这个觉悟的自体 这个觉悟的自体是什么呢 那就是佛性 中国最早传来的 早期传来的涅槃经 他就告诉我们的 一切众生啊 都有佛性 什么叫佛性呢 就是我们的内心 都有觉悟的力量 都有觉悟的力量 这种觉悟的力量 就是成佛的基础 就是成佛的基础 所以像在六祖堂经 禅宗 中国的禅宗 他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 禅宗的修行 他要我们去 一方面 去认识 这个 去认识你生命的内在啊 就有这种觉悟的自体 当你认识到之后 你去熟悉他 你去应用他 你就成佛了 所以黄跟圣诸堂的差别 在我们平常看来非常的遥远 可是如果在禅宗的建立上呢 他是非常静的 六祖堂经里面讲 前念明即是众生 后念悟即是佛 前念着静即是烧恼 后念离静即是菩提 什么意思呢 前念明 明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迷失的这个觉悟的自体 我们把我们的觉悟的自体给迷失的 丢掉了 找不到了 这个时候你就是众生 后念悟即是所 就是后念 你体认到的这个觉悟的自体 你找到了 你认识到了 你找到了 你就是佛了 当然这个佛 跟佛陀的佛 跟三世诸佛的佛还是有一些区别 但是 从他们体认到的这个本质上来说 是没有差别的 差别只是在于圆满不圆满的问题 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 心 佛 众生 三无差别 心 佛 众生 在这上面是没有差别的 《弹经》里面讲呢 前念着静即烦恼 后念离静即菩提 在这个前念里边 你执着的静 为什么会执着的静啊 我们的妄想心 我们在应用我们的防护心的时候 我们自然就会着静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妄想的心 防护的心 它就是有执着的特点 当然你如何才能够做到 让你的防护心 执着少一点呢 其实也是有办法的 那就是 你要能够对这个世界 对五一六成看淡一点 你的执着就少一点 但是如果我们对五一六成看得比较重的话 我们的执着一定会很深 那 卓静 这是我们防护心的特点 所以我们平常的人 我们真正要做到一无所住 其实这是很难的 那后面离境去菩提 离境 就是不执着一境 怎么样才能做到不执着一境啊 其实一个人 当你的心能够安住在 觉悟的自体上的时候 你自然就能做到不执着一境 因为觉悟的自体 它本身就具有无助的特点 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镜子它可以照耀山河大地 但是呢 它不会懒着任何一个东西 不会懒着任何一个东西 所以像唐中里面讲的 无面无向无助 就是讲的是觉悟的自体啊 它本身就具有这种 无助的 不执着的特点 那我们学佛 我们防护就是因为 迷失的这个觉悟的自体 所以我们才发展出 我们现在的防护心 我们现在的人格 我们现在的人格啊 事实上不是真正的你 大家要注意 我们现在所认定的我 其实不是真正的你 我们现在的所谓我 其实它是一大堆混乱的想法 一大堆错误的想法 再加上一大堆混乱的情绪 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我 它是一个无明的产物 并不是真正的你 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我 是因为我们迷失的 这种觉悟的本性之后 然后呢我们对自己 产生一种错误的认定 我们对自己产生一种错误的认定 这个错误的认定就是我值 因为我们有了这个我值之后 然后我们就形成贪嗔 然后就产生贪嗔痴 产生恐惧 产生孤独 事实上如果在这个觉悟的本体上 它是不会恐惧 不会孤独 也没有任何需要了 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自我呢 它是需要有支撑 需要有依赖 它是对我们生命支撑的一种 错误的认定所产生的结果 所以这不是真正的你 真正的你 是这个我们的防护心 最后所隐藏的觉悟的字体 所以在净土中里面讲的 地心念佛 地心是佛 其实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建立的基础上 是建立在觉悟的字体的 这样的一个建立的基础上 从这个建立上 佛跟众生是相同的 从这个建立上 你念佛的心当下就是佛 而不是指的你现在的这个幻想心 你的幻想心 它还是一个无名制造的场景 其实并不是 并不是你的真正的本来面目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 我们学佛呢 我们需要了解自己 我们通过三藏十二部 通过佛法来学习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了解自己 了解自己什么呢 这方面我们要了解到 我们现有的这个防护心 我们现有的这个人格 它不是你 它是无名的产物 它是制造生死 制造轮回的根源 《人人经》里面讲的 这是前程隐世 什么叫前程隐世 那就是我们生命延续过程中的经验的积累 生活的积累 那么这个心呢 因为它是无名的产物 所以它会不断地制造幻想 制造生死 制造轮回 制造痛苦 我们需要去了解这个心 我们了解这个心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最终就是要瓦解它 要瓦解这个防护心 如果我们不瓦解防护心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地走出轮回 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地走向解脱 而我们在这个防护心背后 所隐藏的这个觉悟的本体 这才是我们需要真正去体认的 这才是代表着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你 这个就是一种 这个觉悟的本体 事实上它本身也是一种自我解脱的力量 自我解脱的力量 佛教里面讲到见到 这个明心见性 要见到的是什么 事实上就是要见到这个觉悟的本体 因为我们只有真正见到觉悟本体之后 我们才能够开始体认这个觉悟的本体 熟悉这个觉悟的本体 然后再应用这个觉悟的本体 所以我们在这个教下里边呢 有家行位 知良位 家行位 见到 修道 以及到 究竟位 在见到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开始认识这个觉悟的本体 修道的过程中 就是不断地去应用这个觉悟的本体 然后不断地来瓦解我们的 这个 无始以来积累的这个窜息 来瓦解我们的防护心 当我们的这些防护心都彻底的瓦解干净之后 最后我们就成活了 我们的智慧就圆满了 所以佛陀呢 成就的是 有断德 自德 恩德 涅槃的功德 解脱的功德 所谓涅槃的功德是什么呢 什么叫涅槃 涅槃就是平起熄灭 平起什么 就是平起我们内心 由无名制造的这种迷惑 这种迷惑的想法 以及各种幻想 如果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我们稍微注意一下 看看自己的心 我们会发现我们是很不安静的 我们即便在没有人和没有事的时候 这些念头就会一个一个的往外冒 此起彼伏的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就是一个充满着躁动的时代 我们即便没有人没有事的时候 我们还是不安静 不安静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这种内心的这种篡局的力量 实在太强大了 使得我们静不下来 那佛法的修行呢 那就是我们通过正面的力量 比如在座的诸位 我们通过念佛的力量 或者我们通过禅求的力量 当然最终游戏要开发 就是我们内在的这种觉悟的本体的力量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力量 我们就能够逐渐的平起 我们内心的这些躁动 当这些躁动都平息下来之后 最后我们的内心就会呈现出一种强大的安静 这种强大的安静 这种强大的安静 那就是涅槃 就是涅槃所印含的这种寂静 所以寂静就是熄灭 你的内心都没有躁动了 你的内心里面会呈现这种强大的安静 当你能够体认到这种强大的安静之后 其实你无论走到哪里 你都是安静的 所以在佛经里面讲呢 这些主持们讲呢 即使轮遭善政 即便在千斤万马之中 你的内心也是安静的 因为你的内心已经不再有躁动了 你已经体认到这种内在的安静了 就是 你就不再会受到外界的 这些环境所左右 外界的环境所左右 所以呢 这就是说我们 我们了解到这个 我们学活的目的啊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 我们了解自己 了解自己的目的 那就是一方面要帮助我们解除这个防护心 一方面就是要帮助我们 去体认这个觉悟的本体 我们修净土法门 我们念佛 我们最后也要发开见佛啊 发开见佛 事实上呢 它也能够达到 也是达到这种 相同的效果 那我们学佛的目标 目标是为了什么 目标就是为了解脱 那么这个解脱呢 这个 当然有比较偏向他力的 也有比较偏向自力的 那么净土法门的殊胜 那就在他力 我们通过他力 这个横操三界 然后我们能够 虽然说我们自己的这种货啊 业啊没有断定 但是我们可以大业 往生到西方极的世界 然后呢 我们在一个殊胜的 这个环境里边 进一步的修行 进一步的进修 这个是这个净土法门的 他的殊胜之处 那在佛法里边呢 还强调自力 比如像唐宗 那普通的教下 强调自力 那解脱 究竟解脱什么 其实解脱还是解脱生死 解脱烦恼 解脱轮回 那么 生死烦恼轮回 痛苦 这个呢 似乎是一种 外在的现象 但是 所有的这些外在的现象啊 它的根源都是在我们的内心 大家我们要知道 根源都在我们的内心 轮回的根 在哪里 轮回的根 就在我们的内心 我们内心里边呢 迷惑和烦恼 这就是 轮回的根源 这就是 生死的根源 这就是 烦恼的根源 这就是 痛苦的根源 所以我们要 走出轮回 这不是一个 时空上的轮回 关键不是一个 时空上的问题 这主要还在于 我们需要 解除内心的 这种 迷惑 和烦恼 如果我们没有解除自己的 没有解除迷惑和烦恼啊 事实上呢 其实我们还是不得解脱 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解脱 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解脱 所以呢 作为我们学活的人 我们必须要 明确 这个解脱的目标 要明确这个解脱的目标 我觉得作为我们出家人来说 如果不想解脱的出家人 不是一个好出家人 不是一个真正的出家人 那么这个解脱啊 如何才能解脱呢 事实上我们要知道 这个解脱的对象 解脱的能力 我们要很清楚 那从解脱的对象上来说 那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这些生死轮回 迷惑 怀恼 这是我们解脱的对象 解脱的能力呢 事实上是 我们每一个人 生命的内在 都具备有解脱的能力 都具备有解脱的能力 这个解脱的能力 那就是学物的自体 那不解脱呢 这个 要解脱的对象是什么 生死 轮回 怀恼 生死 轮回 怀恼是从哪里来的 是 根源是无明 无明 制造了我执和法执 所谓我执 就是对自己的错误认定 法执呢 就是对世界的错误的认定 因为这两种错误的认定 使得我们产生怀恼 产生轮回 产生生死 那么佛法里边讲的 见性 见道 事实上就是要 开发出我们生命内在的 这个觉悟的本体 然后来瓦解这个 我法执 因为我们的生命啊 因为有了 这个 我们对自己的错误的认定 以及对世界的错误的认定之后啊 我们会产生很多很多的烦恼 然后我们的整个生命 就陷入到这个烦恼里边去 当我们的生命 陷入到这个烦恼里边去之后 我们不再能看 再也看不到自己的 再也看不到自己的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要把这个执着把它解开 把我执 就是对自己的错误的认定 把这个认定去掉 对世界的错误的认定 把这个认定去掉 不但把这个认定去掉 同时也要把这个执着去掉 当然我们只有把这个错误认定 和执着去掉之后啊 我们才能够 体认到我们内在的 我们内在的这个觉悟的本体啊 它才能够显现出来 那这就是解脱的力量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 我们既有制造烦恼 制造生死 制造痛苦的能力 同时我们每一个人 在内心 也既备有自我解脱的能力 也既备有自我解脱的能力 那作为我们所谓的修行 我们就是要去 我们要了解 我们是要去了解 我们具有这种解脱能力 这样我们才有信心 否则的话 我们的修行就没有信心 那当然除了了解以外 我们还要有方法 我们要有方便去开发它 这个我们每一个人 生命内在的这个觉悟的本体 佛经里面讲的 就像凭你的宝藏 劣势的格诸 就是每个人都具有一个 无定的生命宝藏 但是这个宝藏 如何才能开解 你需要找到一把锁石 你要找不到锁石的话 打不开 所以这个是需要有方法 需要有方便善巧 我们佛教里面 所以不同的法门 三藏 奢物 典局 南传 战传 汉传 显教 密教 禅宗 净土 不同的法门 它是给我们提供的 不同的开显的 祈祷 方法 其中的不同的方法 那么这个归人无二路 那这个 那如何才能开显呢 那么这个方法 那么所有的法门啊 我规别了一下 我发现呢 所有的法门啊 在修行上来说 就是每一个宗派 它的修行 完整的内容 事实上外呼 就是五大要素 这个是我这几年 经常提倡的 就是作为一个 完整的修行的体系 它有五个要素 你要是抓住 这个五个要素啊 你也就抓住了 这个佛法的钢领 这个五个要素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归 第二个呢 就是发心 第三个就是借力 第四个就是正见 第五个就是直观 归 发心 借力 正见 直观 那前面的三个 我觉得它是属于一个共同的 我们不论修行什么中派 就是 首先都要有这个基础 我们现在佛教界的修行啊 很多人修行修不上去 原因就是把这个基础给忽略掉了 比如说 皈依 皈依的意义是什么 皈依其实蛮重要的 我们知道每一个人学会 首先要皈依 但是我们现在佛教界 存在一个信仰淡化的问题 信仰淡化 信仰淡化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对这个信仰的对象认识不足 这个信仰的对象 在你内心里边 没有足够的分量 我觉得是两个原因 有这么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对信仰的对象 认识不足 第二个 这个信仰的对象 在你内心里边 没有足够的分量和地位 这个分量 没有办法镇住你的黄乎心 没有办法成为你黄乎心里边的 一个主导力量 所以我们信了信了 结果就没了 学国一年 佛在远前 学国两年三年 佛到大殿了 再学下去 回到西方其人世界去了 那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以为在信佛 慢慢的我们还是信钞票 信地位 信感情 信孩子 信能力关系 信有钱就是一切 信有存就是一切 慢慢的我们就会 我们就把自己的信仰 落实到现实中去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 我们在这个三宝里边 我们找不到感觉 在佛法中 我们没有找到感觉 所以我这几年 为什么特别在推赶 龟 弘扬龟 我专门编过一本 龟修行扫车 专门编过一个 龟的修行语轨 那就是 通过龟修行扫车 那就是要 帮助大家 深化对三宝的认识 通过龟修行语轨 那就是帮助大家强化三宝 在你心目中的 分量和地位 我们信仰阿弥陀佛 我们信仰净土法门 我们也离不开三宝 我们也是要建立在 三宝的基础上 我们先要归于三宝 然后我们才选择 净土法门的信仰 所以 即便作为我们净土法门的 信仰来说 那么归于三宝 认识三宝的重要性 分化三宝 在我们内心的地位和分量 其实也同样是 非常的重要 也非常的重要 那么归于四三宝 就是代表着 我们人生的重要的选择 我们重要的选择 我们意识到 我们生命的困惑 我们意识到 我们生命的烦恼 我们意识到 轮回的过犯 我们意识到 生死的痛苦 我们想要 寻求解脱 究竟什么方法 能够带着我们 走向解脱呢 我们需要选择 我们在选择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 唯有三宝 唯有佛法 才能够带着 我们走向解脱 所以这三宝的归于 代表着我们 通过一种非常理性的选择的结果 然后我们选择了之后 我们身体信心都没有 我们身体信心了之后 但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的生命里边 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需要 我们除了信仰的需要以外 我们还有感情的需要 我们还有权力的需要 我们还有人际关系的需要 我们如何让这一份信仰的需要 在我们的内心里边 占地着绝对的地位和分量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个过程中 我们需要不断地去认识 三宝的功德 不断地去修规于 就像我们大家 选择了净土中的信仰 凭什么我要每天 我要选择这个净土的信仰 我每天要花那么多时间去念佛 为什么 那就是你认识到 这个净土法门 阿弥陀佛的大愿 西方极德世界的殊胜 这个法门的殊胜 可以带着我们横潮三界 它可以帮助你走出生死 走出轮回 走向解脱 你意识到这个殊胜之后 你才有可能 纯身心的套路去做 如果你意识不到 这个分量性的话 我们的心很容易 会对现实的需要给带走 所以我们不论是 我们要强化三宝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也好 还是说我们要归于阿弥陀佛 把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好也好 事实上我们首先都需要不断地去思维 它对我们的重要性 它对我们人生的重要性 如果没有做这样的一个观察修 你要对三宝生起信心 或者说你要把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好 我觉得都是不容易的 所以这可能为什么净土法门 三子俩讲信念形 首先就是要有信 要有信 你信什么 你凭什么去信 如果你说不清楚这个问题的话 那你就是迷信 瞒信 迷信瞒信是没有力量的 当然也有的人 这个他的性格很好 这个他听到一个善助时 他对这个人很信 你跟他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了 这种人也是有的 但是对我们现在的人 我们说过现代的教育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理性的信仰 我们很难生起真正的信心 这个是第一个 我觉得归于对三宝的信心 这是我们走向解脱 走出轮回 走向解脱的 非常关键的一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